短影音市场的发展轨迹 其实最早是在2011年就已经开始酝酿 直到2018年进入成熟期 但市场爆发性的成长 这个时间点外界更关注 短影音平台提供使用者 好玩有趣的内容之余 能不能有更实际的变现能力 粉丝的流量规模 能不能直接拉抬内容经济的产生 热线追踪继续带您了解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 本周的新品OL穿搭 那第一件是我身上这一件 它的袖口很特别 是这种花边袖 网络直播小编上场 在镜头前大袖新品 品牌店商的销售主力就靠这一招 加码可以加码吗 现在是 那我们破100就再抽一会 透过不定时加码活动 拉抬线上直播的互动性 同时进一步刺激购买力 这背后最大的功能 就是拉近跟消费者的距离 提高粉丝黏着度 整个直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就是内容跟互动 所以内容上我们在设计上 就会特别先找消费者可能感兴趣的 新品做介绍互动的部分 因为其实消费者就会希望说 他平常逛网站的时候没有人跟他介绍 所以他其实透过直播问蛮多问题的 所以我们现场最大一个注意的地方 就是要时时刻刻留意消费者 他问的问题 然后及时回答 这些直播细节的掌握 从事前的商品选择到过程中的互动介绍 每一个环节都要一一紧盯 就因为每一场直播都是流量变现的战场 我们通常会邀请跟粉丝的距离比较近的网红直播主这样 然后来代替我们自己内部的同事 然后就是有网红跟粉丝对话进行直播 之前我们曾经最高就是有拉高到一倍啦 那如果说是网就是因为他就是一直在催单的那种感觉 其实网红他们也蛮熟悉这种操作方式 但一场直播至少三十分钟起跳 要留住粉丝目光确实必须下足功夫 再加上各大影音平台的崛起 品牌电商也努力适应求新求变 那我们看到几个平台上面 有在做直播几个平台 YouTube也算是比较年轻的 Facebook算是年龄目前 因为他发展最久 他的年龄算是最平均的 再来就是Instagram Instagram上面也有一些亲手女 所以上面消费其实也还不错 锁定目标才能进一步刺激下单 但这些手法在短影音平台上就有执行难度 抖音的国际版目前在购物的 购物的功能上面还没有整合得这么好 所以客人如果他想要看到抖音 他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的话 他需要很绕 才有办法跟你要到那个衣服的连结 他没有办法比如说做得很好 点一下我就可以直接买这样 他比较像是创意型 就可能笑笑就过了 或就是搞笑或是创造话题这种 可是部落格跟IG主要就是 比较生活分享的概念 就是他的内容取向会比较多 从舞蹈 歌唱到特效应用 短影音平台秀自己的成分居多 涵盖的面向看似多元却不够精准 换句话说短影音平台现在还是 娱乐效果大于变现能力 短影音这件事情 他其实他收的钱就是前面三种 第一种就是广告的钱 就是广告商制入的内容制入的钱 第二个就是电商 电商的钱这样子 就是有一些电商的商品 可以置入进去这样子 那第三个就是 他可以对用户去采用 所谓的收费的机制 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 比较具体的应用模式 因为你看15秒的时间 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被刺激到并且下单 我觉得他有一定的困难程度 除非说他把这个时间延长 或者是他的购物机制 做得非常的精准 长久发展上 用户数要怎么转换成营收数次 短影音平台的现实挑战 才刚刚起步